观众的观众如果对韩根最主要印象来自于他在韩国的偶像团体里面的时候 那个是你从几岁开始就在Super Junior里面 应该是19岁去的韩国 那19、21、22岁出道 所以训练了三年就出道 训练了两年吗?两年半 所以以我们对于韩国演艺圈的了解 两年半就出道算快了 很快了 对,我还比较信任 所以你们那时候的训练应该是非常的密集吧 是每天 那时候我是不会韩语嘛 就每天就是公司还有宿舍就两点一线 每天都是这样 那从早上十点开始就有课 一直到晚上八点 那还有一直到十点呢 就是这八点到十点就是自习的时间 一开始会去的原因是 你本来听说是要报考戏剧学院的事 刚开始毕业的时候是想去考戏剧学院 或者北电这样去做演员 但家里的经济情况不是特别好 所以也想过去部队 那有一个上海上海的一个部队 一个文艺团体来找我 那我的家人很想让我去了 文艺团体的意思就是只是 像艺工队表演 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想去外面多学一些东西 不行的话再回来考大学 就这么想 那到了韩国以后呢 觉得也不用花什么钱 我还每个月有四千块钱人民币的零花钱 那我就把这些钱我就攒起来 就寄给我的父母 是这样 可是怎么会那么厉害能够进到一个对的经纪公司去啊 应该是01年12月份吧 他们的SM公司来到北京来选人 选一些培训生来培训啊这样 那只要 马上要毕业做毕业汇报 我在排练 他们就看见我了 看见我之后就给我照了照片 给我留了电话 等到我弟身那天 他给我打电话说 你来过来面试了 就是这样 等一下你要从那边开始学韩语 对 这家公司看到你的时候 你正在做表演 嗯在排练 什么样的东西 民族 少数民族 应该就是甩秀之家那种 对啊 藏族猛族 歹族 瓦族 还有伊族 或等等的这样 那时候有感觉到Super Junior 就是你当时参与的这个团 嗯 一推出会这么成功吗 当时真的没有想到 当时我还挺迷茫的 以后路该怎么走 因为正好是Sorry Sorry 结束以后 那那个时候呢 正好整个团体是最好的一个时候 嗯 那到时候我退回来之后 有也有网上很多说 然后汪恩傅义啊 或狼心狗肺啊 或等等 所以你不应该离开那个团 对 因为汪恩傅义跟狼心狗肺 都是在形容陈汉典啊 对是韩根 韩 韩出肉根 不是我 你觉得是要经历一些对于Super Junior 非常支持的粉丝们的质问的 对 就是说你离开Super Junior 你什么都不是了 嗯 他会这么去说 你自己也担心吗 我当时已经想得很清楚 我说如果我真的出来说大家也没有 说支持啊 会没有以前好啊 或者怎么样 我有可能我去做一个舞蹈老师 做一个舞蹈培训班啊 就再去做我的本行了 但是他们一直这么说 一直这么说 就一下就把我的那种斗志给寄出来了 我说那我一定要给你们看 要生存下来才行 就把第一张专辑出了 除了还有演唱会 但慢慢慢慢